当时我唯一能做的是陪伴 然后就是会不要让他说 一个人度过这个难熬的时刻 然后会选择 就是其实陪伴最重要了我觉得 是能陪伴一切都足够了 一样的时候让我咬一下 给他抓着手 还有拍照啊做摄影师 他录下整个过程 会以后是一种回忆 我老婆第二胎的时候 是我自己都进入产房 然后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然后不会是学零零的啦 因为这是自然生就会有很多学那些 你会觉得很神奇 哎呀 baby 就会觉得 哇 你的孩子会出事在你的面前 然后你可以亲自医生问你 你要不要亲自抱出来啊 一出来你 然后你就抱了 那种很神奇的感觉 对不对 很好玩的很好玩的 放松一点 第一胎拍到会比较 会替他比较难受 因为没有在他的身边 然后你一直 我就一直待在外面 就一直在等候 然后不懂手术完都没有 然后你会一直一直在等 一直在等会很担心 然后所以第二胎自然生的时候 然后就你过程 整个过程你都一直在陪 我一直都在陪伴着他 所以我就 我不会去想别的 到底我老婆生了没有啊 就是 哦 24小时我是在他旁边 会比较 好一些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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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